能不能整合的 還有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吧 臺北市議員王世堅 在今天並沒有出席 河追舉辦的信賴臺灣之友會 被問到說那為什麼不參加呢 王世堅說他沒有被邀請 所以當然不去當不訴之客 這是基本禮貌吧 還語帶諷刺的說 自己做的錯事 就是參加黨內初選 初選對手何志偉 拜的造勢場合沒邀他 臺北市議員王世堅 不熱臉 天冷屁股 畢竟初選裂痕還沒密評 王世堅喊話 黨中央解決 我不敢再做任何解讀 這個事情就只有 何志偉委員本人 他心裡最清楚 但我必須一再地澄清 千萬不要告訴別黨的人 說你不测告是什麼原因 王世堅贏了初選 但初選過後 何志偉還跟王世堅的對手 國民黨的臺北市議員 尤書惠同框合照 被認為難以整合 加上何志偉狀告法院 黨內同志對不公堂 那我想我現在唯一的重點 就是全力的 然後把選區的事務做好 王世堅說自己是最老的小雞 必須靠自己多加努力 只希望不要再讓紛爭擴大 因為已經讓別黨的候選人不但見縫插針 而且用這些話去擴大解讀 去胡說八道 那對我做羞辱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不好 引進外力來攻擊自家人 王世堅只期盼島內可以團結 就怕新結延續到總統立委大選 讓國民黨選將有克征直擊 記者蔣可麟 林俊廷 台北報導